炸药装得越满 威力就会越大吗 把一块炸药放在钢板上引燃 一生去想过后 钢板只是凹进去了一个坑 而如果在炸药的底部加入一个圆锥形的物体 然后再次进行引爆 可以看到 相比于之前的凹陷 这次的钢板直接被炸穿 为什么只是增加了一个圆锥体 炸药的威力就能翻几倍呢 简单来说 炸药威力翻倍的主要原因是门罗效应 1888年 美国的工程师查理斯·门罗 在炸药实验中发现了一种现象 当炸药爆炸时 其内部的能量是沿着表面向外分散的 不能凝聚在一起 所以对钢板的杀伤力并不高 如果在炸药内部填入一个锥形空腔的话 就不一样了 在炸药引爆以后 能量会沿着凹槽的轴线上汇聚在一起 形成一股速度和压强极高的爆炸基础射流 就像一束光通过放大镜聚焦一样 集中的力量可以轻松穿透钢板 这种翻倍爆破的效应就是门罗效应 又被称为聚能效应 而这种弹药就是破甲弹 所以只要把一小坨炸药合理塑形 就能够聚集能量来击穿甲板 效果甚至比没有塑性的两倍炸药还要好 为了能进一步增加炸药的威力 工程师又在空腔内增加了一个金属药形罩 当炸药起爆后 药形罩会在冲击波的作用下被压垮 逐渐形成一根高速向前的金属主体 没错 虽然我们称这股高速射出的物质为射流 但实际上它的本质是固体并非液体 那么这股金属射流的威力究竟有多大呢 惨遭穿心而过的假人说明不了什么 但眼前这个保险柜却能为其证明 可以看到在保险柜门后方放着了一个带有锥形药形罩的炸药 炸药被点燃的瞬间 金属射流就轻松击穿10厘米厚的保险柜门朝着水桶去了 有趣的是这种空心装药的装置 它的炸膏以及药罩的追角角度都会影响金属射流的威力 比如画面中是模拟追角在40度50度以及60度时炸药的爆炸状态 可以看到追角越小射流的速度就越快 还有炸膏 它其实就是发生爆炸的时候 锥体底面与装甲之间的距离 炸膏的存在是为了给射流的形成流出空间 画面中就是在药量相同的情况下 通过调整炸膏进行实验的场景 面对直接与钢板接触的炸药 它只炸穿了16毫米 如果增加一些高度再次进行实验 这次就直接炸穿了68毫米 但炸膏过高的话 钢板被炸穿的厚度又会降低变成了58毫米 所以说不同类型的炸药 其炸膏和追角也是不同 只有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才能增大威力 提高穿甲效率 就好了